约翰一二三书 实际上约翰一书的作者是匿名的 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作者 则是一位自称长老的人 这三卷书的用词和写作风格都很像 跟约翰福音一样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几卷书都出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他可能是西比泰的儿子 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 但也可能出自一位最早跟随耶稣 也叫约翰的门徒 有人称他为约翰长老 不管是哪位约翰 写这几卷书的时候 他已年迈 可能正在牧养 以福所成那些家庭教会 根据四福音书和这些书信提供的线索 似乎教会的多数成员 都是跟随耶稣的犹太信徒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 这促使约翰动笔写信 信中提到 有一群人已经脱离教会 不再承认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或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们还煽动中心的信徒 与教会对抗 在约翰二书和三书中 作者清楚地写明了这种冲突 约翰二书对某间家庭教会 提出了警告 教会当中有人否认耶稣 约翰称他们是说谎者 他们在信徒中寻求认同或支持 但教会不能帮助他们 约翰三书是写给这些家庭教会的一位信徒 名叫该游 约翰长老请他接待一位不久将到那里去的宣教士 作者之所以交代这件事 是因为这间教会的带领人丢特菲 行事向无赖 拒绝接待所有和约翰长老有关的人 这些书信让我们感受到了 约翰在这些教会面临的紧张冲突 约翰一书就是约翰对这些事的回应 目的是控制局面 减轻教会受到的破坏 长老希望那些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徒 保持信心 只要他们愿意持守真理 神就与他们同在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 约翰一书的独特性 他不像书信 更像一篇富有诗意的步道文 约翰说他并没有传递新的内容 却是如此 约翰一书中所有重要的观念和用词 都出自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 因此约翰的核心在于提醒和规劝信徒 忠实于他们的主 约翰充满诗意的步道非常酷 他没采用直线或逻辑的思路 反而采用了古代著名的修辞手法 扩充法来表达自己的思考 对于生命真理和爱的主题 约翰用了几个核心观念来表达 在每次表述中 他都围绕着这些主题 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反复强调 他运用夸张和鲜明对比的手法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描绘光与暗 爱与恨 善与恶 不过别以为约翰一书的内容很简单 其实这卷书博大精深 约翰一书的前沿部分很清晰 结尾也很明确 在两部分之间 约翰反复强调步道主题 没有遵循任何刻板的文学形式 全文整体由两部分组成 每一部分开篇都有一句介绍 这是报给你们的信息 接着每一部分都重复强调说 神是光 随后又说 神是爱 在这两部分中 所有的观念都归回到这两个核心上来 所以 约翰一书的前沿 与约翰福音的前沿很像 也跟创世纪第一章和真言第八章相呼应 约翰说 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 约翰认为神这个词不仅指圣父 也指圣子 就是降世赐人生命的那一位 因此文中用我们来代表那些亲眼看到过 听到过 亲手摸到过耶稣的信徒 他说 现在我们要报给你们一个信息 这里的你们是指下一代基督徒 当使徒们向人分享生命之道时 听的人也会借着使徒与圣父圣子建立团契关系 团契一词在希腊文中是 Kunonia 意思是参与或分享 当会众通过使徒听到耶稣的信息 这道就会让听众和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 参与在神的生命和爱里 因此 这卷书第一部分这样开头 神是光 这就是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 这是使徒传给我们的信息 是神借着耶稣启示给我们的 他就是光 如果人想通过耶稣进入神的生命 他们就要让自己持续行在光中 这景象真是太酷了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约翰看来 这表明要遵守耶稣的命令 而这很不容易 所以如果我们跌倒 耶稣的救赎就会遮盖我们的罪 然后神再一次呼召我们站起来 去遵行耶稣的教导 但他的教导是什么呢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 曾留给门徒一条新诫命 就是叫他们彼此相爱 如同神爱他们 信徒这样行的时候 就是行在光中 如今神透过耶稣发出光 这世界的黑暗将会过去 这也意味着此刻神的儿女们 已经胜过掌管这个世界的罪 邪恶和死亡的权势 约翰向众教会发出挑战 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 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 都要渐渐过去 在这里他重点指的是 人的骄傲和淫乱 极可能就是这些问题 导致当时教会中发生了冲突 因此针对那些离开教会 并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约翰向当时的教会发出警告 他把这些人叫做敌基督和欺骗者 他确信那些仍持守耶稣真理的信徒 才是神真正的儿女 他们被天父所爱 当他们行公义彼此相爱时 他们就显明了自己是神家中的成员 和那些说谎者不同 那些说谎者只会在教会 煽起怒气争论和分裂 随后进入的是这篇步道的第二大主题 就是使徒传给我们的信息 神就是爱 因此神的儿女应当彼此相爱 而不是相互憎恨 约翰说不要像创世纪第四章中的该隐那样 他的仇恨让他杀了自己的弟弟 对基督徒而言 爱就是为了他人的益处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耶稣所行的 当神的儿女因为信靠神 附上舍己的爱时 生命就会得到改变 约翰再一次警告那些欺骗者 这一次他称他们是假先知 这些人否认耶稣是弥赛亚 自称是为神说话 但约翰提醒要试验那些灵 约翰说如果有人说自己的话出于神 却不承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子耶稣 这人的话就不是出于神的 真正属神的儿女会全身心定精在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耶稣身上 神正是借此彰显自己的心意 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 神向我们显明了他完全舍己的爱 证实这样的爱激励跟随耶稣的人能够彼此相爱 当人们遇到这样一位慈爱的神时 就会永远的消除惧怕和忧虑 这就是约翰所说胜过这世界的意思 当你意识到神如此爱你 尽管你的生命中仍存在缺陷和失败 但神仍然强烈的爱你 这爱就成了你整个人生的根基 当我们相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相信神透过圣灵见证了耶稣 相信跟随耶稣的使徒传给我们的信息 这就是神的爱 当神的爱得到了你 你的全部生命就有了全新的开始 这样的生命充满了神的同在 神的生命和爱 从现在直到永远 约翰把话题推向布道文结尾处的高潮 他说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 并且赐给我们悟性 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 我们也在这位真实者里面 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一位就是真神 也是永远的生命 现在也许你听完这些话 感到有些困惑 你可能在想 等等 那位真实者是谁 赐给我们真生命的那一位又是谁 指的是耶稣 还是指神 当然 约翰的回答是肯定的 除了耶稣以外 他不认为还有其他的神 约翰和其他使徒遇到耶稣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位如此深爱我们的神 神选择不离弃我们 尽管我们屡屡跌倒 这位神如此奇妙 令人惊叹 最后 约翰呼吁我们要远离偶像 就是说 我们不要被引诱 用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位奇妙的神 认识耶稣 就是认识这位有着舍己大爱的神 约翰说 这 就是这位真神 这也就是约翰书信的经意